就是什么路电 经常电着你 一摸就电你了 一摸就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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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叔叔的 很危险 它这个是在油烟机不插电的情况下 不通电的情况下 用电笔测油烟机外壳 带200多伏的电 那你说这个电从哪来的呢 开始我以为是感应电 但是200多伏 这个都要小心了 这个不一定是感应电 还有就是这个200多伏 是在油烟机没插电的情况下 那这样就排除了 不是油烟机自己漏电造成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油烟机的外壳 与墙里的电线有联系了呢 也就是说装油烟机的时候 打到了墙里面的电线 还有就是漏电 它应该跳楼宝啊 它漏电呢 它为啥不跳着呢 这个路宝为啥不跳呢 有时候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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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不跳 人家跳的四十多 哦 经常跳 就这样跳 如果是18倍就差的话 它就跳 可能是打到线来 它装的时候 可能性很大 这种 我得拆这个油烟机 我得把油烟机给你拆下来 看一下油烟机的挂钩 两个螺丝 两个子宫螺丝 打在墙上 应该是有一个螺丝打到线了 很明显这个地方有打火的痕迹 都打黑了 你可以送上电 我拆一下 好 220的电 你看 是不是啊 这个螺丝带220的电 这个没有 我拆了一半 你再送个电 好 我送了啊 没了 也就是说这样吧 这个螺丝为你拆出来 拆出来以后 拆出来以后 是个端的行不行 我给你往里打胶 是短的也可以 是个短螺丝也可以 啊 正好 螺丝长了 正好螺丝长了 螺丝长了 正好这一块打到线了 很明显 你以为短的 是个短螺丝就可以了 是个短螺丝 然后往里打胶 是个短螺丝 把这个螺丝掐一段也可以 准备再重新打一个眼 为了避免能打到线 我先用这个熏线一测一下 随便加两根线 不能带电 打开熏线 从上面下来的应该是 它原来这些位置 应该是有一个插座的 但是为了插油烟机方便 改了位置 后来装油烟机的师傅 可能不知道打在电线上了 它这个旁边没有线 可以打眼 出来没带打瓷砖的钻头 用个冲击钻头来打 原来打到线那个孔 往里打的密封胶 实际往里打 刚打的孔 装一个帐管 八个的帐管 螺丝也掐短了 这样把油烟机的支架装上 这样送上电以后是没问题的 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样把油烟机插上电 油烟机外壳带二十八伏的电 也就是说插座没有地线 油烟机外壳没接地 地线被打断了 地线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带电的 而这个油烟机它是带电的 这也就是说它的地线也被打断了 再次打开油烟机的插座 可以看一下 测地线是带电的 带几十伏的电 这样可以确定它的地线是断的 地线没过来 在哪个地方断了呢 我用前的往外拉地线 拽地线但是还是拽不动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断了 没有地线的情况下 地线是带电的 这个是感应电 零线是不带电的 所以我想在不破坏墙面的情况下 给它拉一个地线过来 配电箱有地线 地线是好的 但是走明线又不方便 走暗线又过不去 不过还好 它登电路有地线 所以从灯可以接个地线过去 这个走吊顶里边很隐秘 这样接完地线以后 再看一下油烟机的外壳和带不带电 没了 再也不用担心老人被电倒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好